好,非常罕見,和狗打飛機 一會兒我們才回應這條 有網友心態院就說香港現在是不好,不要為撐而撐 我真是好,會被你吹著 其實我真是很擔心,我的網友這樣 第一,我不覺得我正在撐香港 但是呢,其實呢 現在的好母就不關那些硬件事 但是呢,其實 我覺得做人,應該說做人,不要說我教你做人 都是要實事求事的 其實我已經說到後面留了很多句話 例如那些黃絲的稀行 或者追求民主自由的人 對於自己的無限狂狂 因為我追求民主自由當然是好人 或者說你吵劉細良就是鬼 你吵政生書就是鬼 我覺得很多這些 我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譬如我們不喜歡共產黨,我們不喜歡香港 我們要踏下去,你turn down 去什麼 我實在說,你稱讚他也不代表你支持他 即是等於你回大陸吃東西也不代表你認同他 但是呢,都真的要實事求事做人 譬如香港的話,他有一些建設是挺好的 那這些建設是不是現在的政府建設 大家都心中有數呢? 譬如我說,環球大廈下,對面有一條橋 然後到這個北達街 然後就轉地鐵站 那些人不用鋪魚 那這些是好的,你便是好 不好的便是不好的,就是這麼簡單的 即是,先有立場呢,那就很嚴重了 好了,剛才呢,見到兩個 很明顯是我們偉大祖國的美女 都漂亮的,都漂亮的 那一隻狗跟他鋪狗打飛機 那我可以判斷呢,夠膽判斷呢 這兩個女生還笑得很開心,拍了片 嗯 即是在第三個人 我覺得這兩個女生 就算她現在不是職業女性呢 即是做雞的呢 她也曾經是做過 嗯 是吧 因為呢,如果不是呢 首先,我先動物 我真的養狗養貓 大家 大家很疼的狗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以前我養狗 我就放狗出去吵蟹 我小學 中學而已 小學就是 真是吵了放牠 看到狗拿著放牠 就放牠 就吵了 我旁邊煲煙 你們 現在養狗 會不會放牠吵蟹呢 我想不會 最多是配種而已 會不會這樣大 那些狗大了 兩歲了,一歲多了 你會不會跟牠吵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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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網友有沒有人 跟自己的狗吵蟹呢 即是不要說大家會出事 好像剛才那樣 在那裡吵蟹 你有沒有 有養狗的朋友 有跟牠吵蟹的 按一 我真的不覺得 你會跟牠吵蟹呢 那我 我認識一個人 也有 不過大陸妹爺也是 那樣神奇 是啊 牠養狗跟牠吵蟹呢 是啊 為什麼 為什麼 牠有空要幫你 真的等牠吵蟹呢 意思是牠真的吵蟹狗 是啊 這麼奇怪 那牠不如給牠狗吵蟹呢 不是啊 你不用給牠吵蟹的 牠狗是不是都用牠吵蟹呢 你不就給牠牠吵蟹呢 有 真的有啊 蔡文杰說 有啊 百兩金也說有啊 你原來真的有人跟牠狗打飛機的嗎 這麼神奇 喂 我真的有啊 不少啊 我現在好像計幾個 吵你了 那我沒什麼明白啊 要幫牠出火給牠枕頭去 嗯 那你有沒有用會和牠吵蟹呢 如果是這樣 給牠枕頭去 對牠吵蟹嘛 你不給牠枕頭去 什麼都吵蟹的 什麼都吵蟹的 為什麼不帶牠吵蟹呢 最好 喂 吵你了 我那時候 我放在那邊 當然要跟牠吵蟹 我隔壁櫻蟹 我隔壁搜匯了 因為那時候我們的年代 隔壁搜匯 有些人找牠們 嘗牠們 吃狗一口去 吵蟹的時候 吵蟹 好啦 喂 真的有啊 吵你了老母 那真的沒話要說了 不打去高院 撼 一個月一次 這麼瘋 喂 那你如果是這樣 你買一塊豬蟹給牠吵蟹 我跟牠 一吵豬蟹 很吵蟹 很吵蟹 會不會幫牠吵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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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呢 會不會呢 尤其那條女孩 我們老實講 我就是覺得 就算你這個寵物 怎樣都是 喂 你丟 你好難難跟狗打飛機 你給我 我會覺得 嗯 好啦 好了 四十七人案 今天開始求情 預計第一批 即是初選組織者 戴耀廷 歐樂軒 趙家賢 鍾錦農 和三不求運動的吳正鏗 其實開始了 就會有三日求情 輪著逐批逐批 今天在求情之前 控辨雙方 還在講這個刑罰的三級制 第一級別就是首要份子 十年以上 或者無期徒刑 第二類積極參加者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第三類其他參加者 判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然後就在爭論 譬如戴耀廷 代表律師在爭論戴耀廷治國 如果他是其他參加者 OK 就要求判三年以下的徒刑 當然啦 就是李韻琴法官就說 喂 大佬 怎麽講都講不通 就算我講的是 控方都不用 等他來爭論 也有其他代表律師 爭論 不是爭論 提起法官是33條 就是減刑裏面 揭發他人犯罪行為 可以查證術實 或者提供重要線索 或者偵破其他案件 那就可以減刑 那這些呢 我相信就是代表 歐諾軒和趙嘉賢的兩個律師 會去recall這個33條出來 OK 呃 求情 我想求他今天 我看報紙 list 了出來的 他這個三天 跟著第二批可能 四天 第三批又五天 第四批是四天 第五批 畢竟是一個月左右 怎麽求都好 適合那些 就是四六天 我真的很想看他怎麽判 我真的很想看 很想看他怎麽判 嘩 這些最大惡極 搞初選 還不是最大惡極 是吧 好了 另外一宗 今天呢 老實說我真的覺得香港很淒涼 這些有什麽案 又搞到 有些領事啊 有些什麽龐慶斯啊 有什麽 有什麽一大堆 那些人又搞到 有什麽劍此虎 有什麽有的 哇 殺有戒善 不知道做什麽事 其實什麽事啊 是吧 好了 上個月 黃家驅我沒有被人 惡意破壞 那今天這兩條人呢 啊 就是過堂了 那一個就是十五歲的學生 葉子韜 十五歲的學生 和一個二十三歲的 冷氣技工 葉子韜 那我就不想說 那十五歲的學生住 即是呢 那個 做事那些人 反而拍攝的 那二十三歲的 冷氣技工呢 他都真的記得 我都覺得 二十三歲 你還去 真是那麽想低 好了 好了 喂 最大件事是他們兩個都還押 那麽都還押 那麽都還押 那麽 所以呢 那麽被人破壞 當場截獲兩名被告 和報案 好了 其後 警方呢 就發現網上有多條影片 其實應該呢 他們警方抓了人的時候呢 之前他們已經發了一條影片上去的了 你知道啦 拍完這些很心急的嘛 是 好了 顯示首被告向王家區的墓碑林可樂 咬墳墓的花 兼用錘仔向墓碑上面的圍照 敲擊 啊 警方也接 檢獲被告手提電話 在電話裏面找到三條涉案的影片 首被告 哇 這個才奇怪 在警界下自稱是Beyond的fans 嘩 你不要變成fans 金少爺會做這些事情 沒有可能 他説 犯案原因是想出名 次被告呢 就承認幫手拍片 沒有人強迫他的 喂 那你如果是fans 你想出名 你就會去找另一個 你也沒有去找阿加區的嘛 那 那 法庭辯方求情的時候呢 播那一段錄影片段 期間 在法庭上面旁邊的人士 忍不住發出笑聲 也有人 掩蓋著口部 忍住不發出聲量 首被告呢 就面露微笑 次被告 神情嚴肅 目無表情地說 辯方 替首被告求情 就希望法庭了解被告 不是畫面上那麼邪惡 被告天生有過度活躍症 強迫症 也都有自閉症 學校同學也都不接納他 因為行為的關係也都被學校踢出校 他說兩年前 被告都不是這樣的 不過 在兩年前呢 就在網上認識 專拍蛙中取重片的流馬車 網民的反應 令到被告以為自己很受歡迎 誠世人沒有受歡迎 突然間網上受歡迎 被告只是不懂分辨網上言論 被網上言論 害死 推去去死 又說他對王家區沒有爭陷 純粹滿足網民而越來越瘋狂 這個呢 是辯方律師的求情 我覺得都達到事實的百分之九十 我不用了解 根本就是這樣 就算流馬車也是 殺軍馬車 即是老龐兒 其實你現在呢 流馬車越來越驚訝 其實你們的網友都很有贊 當然你說 他不死不讓他死 他就是這樣狼狗 沒有辦法 好了 次被告呢 就說 他第一次 求證的時候 和次被告說 他第一時間認罪 參與程度也不是那麼高 案發後也感到後悔 希望法庭以非監禁形式 判社會服務令大家都在拋緊 蘇惟德就說 兩人刑責當然有別 但分別都不敗了 李子被告年紀大些 在旁邊拍片 又不阻止相關行為 根本就是認同他 罪名肯定是成立的了 下個月十六號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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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應該不用怎麼受的了 以這案子的情況 都受了一個多兩個月 但幾個月都要了 判刑半監三個月 除了白手 可能不用了 減一下有認罪 兩個月都差不多可以走了 好了 另外 先說這個 這個我就不知道是否關事 是有些粉絲 WhatsApp給我們的 說 可能很唐突 分享我朋友的故事 首先要多謝啤梨哥 阿正和風水浩及啤梨晚寶各人 昨日匆匆和你們訂購了一個護身符 我想他會說是靈嚴咒 靈嚴咒 給朋友考車資用 其實不關事 我這個朋友 其實就是被你口中所說 沒有人用的人 他考了六次試 其實真的沒有人用 你老實說 第二次考不到 我應該都覺得很慘 第三次算了 當你有些人緊張 第三次考不到 應該就揭霍了 因為開車實在太容易 你現在不是他們開到 你到底是 是樹木駕 那樣的 你都說搞不定的 就是你緊張 你就是要學到九鐘 你不緊張就可以了 他說 另外這個朋友 自己住在沙田小力園 竟然沒有在沙田駕駛學院考 不及了 因為貴的 他去了利益時駕駛學院的廣角 挑戰不同區域的路線 最後還要去掃港譜 掃港譜就是對面海 以為可以 就是 跑馬地那裏 就是 以為可以熟一條路 但是都考不到 昨天我跟他求了這一道符 竟然真的是合格 喏 又這樣說 靈延舟呢 是萬壽之王 我呢 但是能夠補別人的考車牌 反而我覺得 很有保留 我覺得 好了 今天是25號 順便說開 還有五天 我們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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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眾生機 那個 還陰債的法事 就截止了 大家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時間 休息一會